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一个松软好吃的奶胃葡萄干面包 准备面粉半斤 这里的半斤是250克 加入4克酵母 两克食盐 50克左右的白糖 将材料混合一下 然后加入230cc温牛奶 牛奶的温度大概40度左右 牛奶全部放入以后朝一个方向搅动 多搅拌一会儿把它的筋性搅出来 今天调的这个面糊有一点稀 没有关系这是可以做出来的 因为我们几乎不用手去触碰它 越稀的面团它做出来的面包口感越松软 好 盖上保鲜膜让它发酵至两倍大 常温发酵的话这个天气需要一个半小时 我通常都是采用温水锅发酵 将锅里的水温烧至五六十度 一定要记得关火 然后盖上盖子让它发酵三四十分钟 发酵至之前的两倍大就可以了 这个发酵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快速 好 发酵了半个小时 你看 我们看它发起了没有 一股浓浓的酵母味应该发好了 跳来看一下 你看 很多蜂窝状 发酵好的面团取出来 给它加入八十克葡萄干 然后将它搅一搅 然后准备一张防粘连的油纸 在它上面撒上一些干粉 家里面没有油纸的话 我们直接在容器里面刷油 刷油然后取的时候可能还是不好取 但是总比没有刷得好一点 然后将面糊倒下来 它倒到油纸上我们取的时候就好取了 表面上也撒上一些干粉 四周往中间这样子 给它团一下 然后将它放入一个模具当中 将油纸往外面折一下 然后给它盖上一个盆子 这样防止干燥 常温二次发酵 15到20分钟 过了二十来分钟 这个面团就发酵起来了 我们在它表面上撒上一层干粉 这样烤出来它的样子会更好看 家里如果说是没有这样的容器 我们用不锈钢的盆子也是可以的 要不今天我们就用不锈钢的盆子来试一下 将它这样放进去 这样烤出来是一样的 没有关系 烤箱200度提前预热 预热好以后将它放入烤箱 烤30到35分钟 这个根据个人的容器的厚度 还有烤箱的情况来决定 建议烤的时间就是30到35分钟 时间到以后取出来 观察一下 今天我是烤了30分钟 因为我看它的表皮有一点焦了 所以我就将它取出来了 就是看它有没有烤熟的时候 我们可以准备一个竹签 往中间擦一下 擦到底看看有没有粘连的 如果是粘了面糊的话 可能就没有烤熟 你看 就烤好了 好 这个简单的烤面包就烤好啰 好香啊 迫不及待的想切开看一下 切成一片一片的 还有点烫呢 它外皮比较酥脆 里面是超柔软的 因为今天用的这个水啊 是很多的 你看我们往中间切开 我先咬一口 尝一下是什么感觉 这个面包吃上去特别的松软 特别的好吃 很甜 虽然加的白糖不多 但是它吃上去口感很甜 这款面包真的非常的值得分享 谢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记得订阅小方的频道哦